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说到买车 很多朋友都比较认可上海大众这个合资品牌 毕竟在国内发展了很多年 积累了坚硬的群众基础 加上德系车的整体技术 所以大众在国内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如果把大众速同和斯科达敏锐放在你面前 让你选择购买的话 你会不会很纠结呢 斯科达作为上海大众的任务品牌 享受着和大众汽车同样的技术加深 除了logo和整体的设计风格 其他技术配置都大同小异 旋新速腾是一款按照这个市场需求设计开发的紧凑型家用家车 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内部空间大的移增 旋新速腾车身长度为4644毫米 较老速腾增加了100毫米 宽度高度分别达到1778毫米与1482毫米 而轴距增加了73毫米 达到了2651毫米 不用质疑轴距是决定车内空间非常重要的数据 而73毫米的改变 使得车内空间更加宽裕 后排乘客乘坐空间有了明向增大 由于整车空间的增加 驾驶需求性可以带了明显低伤 这点对比斯科达名略的话 还是有价明显区别 选新速腾设价在10.18至21.8万元 斯科达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不想低调了 市场位置常常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同样享受大增的技术 却得不到大致的品牌吸引力 导致很多客户在选择开品牌的时候 都是冲着大众及时区的 但是也不得不说 斯科达2017年在国内市场的表现 还是比较稳健的 2017年斯科达品牌销售33万多辆 明锐这款车型跟速腾 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 总体配置上来说还是差不多的 也都满足了国人所需要的大空间概念 但是从整体上设计来看的话 明锐的设计比较区域保守派 一向比较中非中举 全新明锐推出了搭载1.2T 1.4T 1.6升 三种动力的共计9款车型 售价11.99至16.99万元 单从售价上来看的话 斯科达明锐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从汽车的整体品牌向于来看的话 速腾肯定具有一定的市场营销能力 就算是作为二手车出售的话 速腾的保值率应该是比明锐要高很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